好 Jason 你看了這麼多份業績 你都很喜歡看業績報告的 知道嗎? 你覺得有什麼企業 譬如說 行業前景是OK的 管理層的經營亦都合理心意的 你覺得大家可以放在那個watch list 上 留意一下 剛剛你提到比如中資電信股 譬如中移動或中電信 都的確是交到功課 現在市場上面對於這一類型的股份 就不是純粹網利增長多少 而是派息的比率上面是明顯調升 看到電信股的腰 平均的七至八厘 甚至你說中移動 接下來再加的話 純粹去到十厘 這些是一個長線收息的角度 都是頗好的選擇 最起碼的股價不會說那些大起大落的情況 政策上面也不會有很大的變化 另外你說計算一些可能是資源股來說 譬如煤炭股 例如神話這些 亦都能夠派到高息 現金流是相當穩健的 我都相信去到今年 甚至你說煤價未必說再可以升得太多了 但是他份業績或者派息上面 就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同樣情況可能是中石化來講 都會是見得到 如果你說最近有個油價 由百幾元開始下回來 其實對中石化來講 又不是一件壞事來的 還有他的交易率都去到接近 就是八成至一百百百百百 我都相信以一個修飾角度 中石化也是一個好一點的選擇 但是當然你說比較進取少少的 不只是想著買價值型的股份 當中也有些股 我自己看開的出業績都對版 比如好像旅遊設備相關的股 比如好像三送禮、新秀禮 之前出的業績是相當之好的 還有如果你說如期今年 就是全球方面 在那個防疫政策上面 是進一步放寬 那現在見到很多歐美的國家 都開放回關口 容許一些旅客去入境 那對於這一類的股份 也是一個條件 就不是說單單只是網頁 就是去年做得好去買 而是今年在前景展望上面 都是一個正面的催化劑 那另外也可以留意 比如好像那些汽車的經銷商 比如之前出業績的鐘聲 永達這些 那我看上去的情況都是不錯 那當然這一類內地消費類別的股份 就真的看國內現在的疫情的變化 如果你說疫情接下來 都還是搞不定 都還是不能夠很快這樣受控 那這些股份都是會面對一定的風險 那麼容易 回應 如果不是咱們的時刻 如果是教育 elastic 那些股份是可以不必 也要進一步 那些股份也是有些股份 所以要注意至於 這一個股份 那些股份 你不再說